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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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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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顺着下面这条路 一直往前走 然后翻那座山 再走二十里就到了 镇上有邮局 邮局里面有电话 不过邮局不是每天都开着 潘 我到底 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的顾客 你是万城大酒店的客人 是我们的贵宾 我以为 你已经把我当作朋友 我是把你当成朋友 如果我们的服务 能得到客人的认可 都会和客人成为朋友 你说的朋友 是什么样的朋友 朋友 就是互相依赖 互相帮助 互相信任 这就是朋友 我需要这样的朋友 我现在 只有你一个朋友了 我既是你的朋友 又是你的贴身管家 我的职责就是帮你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你们要找到刘护士长来了 谢谢啊 你好 请问一下 您是刘护士长吗 你们是谁啊 刘护士长您好 我们是从银海来的 我们听说 盛园公司的杜盛园董事长 在住院期间 一直是您护理他的 他是杜先生的女儿 特地过来谢谢您 杜盛园的女儿 对 我是杜盛园的女儿 谢谢您这么多年 对我父亲的照顾 真的很谢谢您 不用谢 这是我们的职责 刘护士长 我们有个事情 还想给您打听打听 您看 振用您一点时间 咱们找个地方谈谈行吗 麻烦您了 什么事 我们想了解一下 他父亲去世之前的一些情况 您看 你们要了解他的病情 你们找医生去吧 我不太清楚 你们找住院部的医生吧 刘护士长 我想问一下 我父亲立遗嘱那天 有谁在场 我不清楚 不知道 你们去住院部问去吧 那天是您值班 我们问过住院部的医生了 他父亲立遗嘱那天 是您值班 你们到底找哪位 我们就找他 我不认识他们 要不咱们吃点东西再回去吧 你饿吗 你明天出发 带下我的护照 或者放线件 你不能进海 你必须直接去北京 你到北京去找一家 天地律师事务所 去找一位新邝的律师 三年以前 我和我父亲路过北京 这位邝律师 来我们住的饭店 和我父亲讨过事情 他见过我 天地律师事务所是 好几家国际律师事务所 在中国的代理人 你请他 立即为我 联系国际律师 请他们代表我 委托一个国际律师团 尽快做出法律安排 安排我回国 你还会回来吗 我可以等到你吗 好好等着我 我会回来的 我会回来的 你在这里等着我 不要出去 除我之外 没有任何人知道你在这里 所以你是很安全的 所以你是很安全的 安全的 我一直想告诉你 什么 什么 我等你 你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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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会回来没有 在哪儿 你还没有 我能联系 我去 它也没有 这是 你还要起来 我们来的 喂 逗逗 你还在渔城吗 你事办完了没 咱们后天可就比赛了 我跟你说 汤逗逗 你到底怎么着 赛还是不赛 赛是吧 赛如果你明天不到 后天必须到 后天晚上就彩排了 你总得适应一下场地吧 再者说了 决赛报名 选手本人必须到场 咱们组合报名你也得来 我跟你说啊 你别拿哥几个的辛苦 我知道我知道 我一定赶回去 一定赶回去 喂 喂 有麻烦吗 我们舞蹈组合 大后天就要比赛了 所以我明天必须赶到北京去 我没想到这件事情 办得这么不顺利 到现在一点结果都没有 还耽误你这么长时间 你们律师办这种事情 该怎么收费就怎么收费 不用给我打折的 收费 收费就不必了 我是利用 我是利用休息时间来业余帮忙的 反正玉龙拖了我 我应该帮这个忙 杨月 你对我 对玉龙都太好了 我们一定会记住你的 只要我们有能力 一定好好回报你 你别着急 比赛的事情 比赛的事情也挺重要的 要不然你先走 我再多留两天 看看能不能从别的途径 找到些线索 杨月 这件事情真的谢谢你 我又不懂法律 没想到这件事情这么麻烦 不管这件事 最后结果到底怎么样 我都是非常非常感谢你的 我一定认真地想怎么谢谢你 我和玉龙是最好的朋友 现在我们也成了好朋友了 朋友之间不提谢字 那这样吧 等玉龙回来 我跟他好好地请你吃一顿 好好谢谢你 道道 你和玉龙之间 你们除了是邻居关系 还有其他关系吗 我们啊 我们是朋友啊 男朋友 算是吧 你们 好很久了 从他大学没毕业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的 也不是很久吧 你有中意的人吗 原来有一个 现在呢 现在 没了 吹了 我注意他 他不注意我 怎么会呢 你这么优秀 也许 他更忠于别人吧 所以 我不如你幸福 你别着急 你们做白领的找朋友都晚 我 你别着急 你别着急 他这几天 跟你联系了吗 没有 他陪你们酒店的一个客人去旅游了 我们好几天都没联系了 他跟你们酒店联系了吗 我不太清楚 他一定是太忙了 他一定是太忙了 玉龙 潘玉龙 他对你专一吗 当然啦 阿龙是一个特别细心的男人 也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男人 你这么信任他呀 我们心中都有一首曲子 在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 能让我们彼此沟通 是一首曲子 但是也是我们共同的信仰 是什么曲子 这首曲子是我妈妈写的 她的名字叫真实 他会给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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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